注意看 这一架巨型轰炸机正在执行它的第3464轰炸任务 下面的城市俨然成为一片废墟 人类早已灭绝 在这片充满着死亡气息的废墟中 只有小草还在顽强地生长 这部俄罗斯科幻短片描述了战争的最后一天 地球到底会发生什么 时间来到十年前 因为各种原因 世界各国爆发了超级战争 在这次末日战争中 各国都使用了核武器 一场核战之后 世界归于死寂 所有人类都在战争中灭亡 一转眼十年过去 地球依然存在 可人类生存的痕迹早已被抹去 令人震惊的是 这架超级智能战斗机依然在运行 它就是本篇的主角 正在执行一次常规轰炸任务 目标是70公里外的敌方基地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坐在飞机驾驶舱内的人居然是一具白骨 这时 飞机上的雷达系统突然发出警告 探测到有敌方战舰正在靠近 他们急忙派出战斗机进行拦截 无法得到飞行人员的操作指令 自动防御系统便开始启动 而对方战斗机内竟也是一具白骨飞行员 当两架飞机进入射程范围之后 战斗机便开始了第一轮的射击 轰炸机迅速做出缓击 很快就将战斗机摧毁坠落 到达目标区域之后 他向城市中心投下了四枚重型炸弹 这些炸弹在半空中分解 变成无数个小型炸弹落掉地面 将早已是废墟的城市又重新轰炸了一遍 此时 仪表上显示任务成功 轰炸机便返回基地进行维护 即使弹药补充 为下一次战斗做准备 世界大战后人类灭绝 飞行员成为一具白骨 可战争仍在继续 轰炸机逐渐离开城市上空 流下浓烟滚滚 而在一片烧焦的缝泻之中 顽强的小草显现着一片生机 这也预示着 不管是人类的降临或者是人类的毁灭 对于地球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 也许若干年后 人类生存的痕迹会被彻底抹去 但地球会重新焕发生机 转眼又过去了十年 在一处早已没有人类的地下军事堡垒中 这里破败不堪 机械上落满了尘土 只剩下一缕微弱的光芒 而这时 一个机器人出现在画面之中 他就是这个基地的控制系统 因为太久没人控制 系统已经切换成自动模式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他一直在执行人类遗留的作战命令 而那个命令正是十年前被他轰炸了几千次的敌方基地 基地指挥部的最高长官早已化为一堆白骨 自动装弹系统正在为之前那架轰炸机填充炸弹 驾驶舱内还是那具骷髅飞行员 由于设备老化严重 系统突然提示出现故障 原来是反应堆损坏 导致接口堵塞 于是 聚能系统紧急调动所有电力资源 打开了紧急大门 轰炸机缓缓飞出跑道 再一次升上天空 由于年久失修 老化的外壳组织仿佛随时会散架 其他部件也发出沉闷的机械声 一阵急流过后 发动机开始起火 黑炎不断从中冒出 仪表显示 引擎已经损坏 显然 再智能的系统 遇到这种情况 也无法自动处理 它只能请求驾驶员人工操作 然而飞行员永远也不能给出任何指令 这架巨型轰炸机摇摇欲坠 可它的底下却飞过一群白鹤 画面对比异常鲜明 一边是鲜活的生命力 另一边则在做最后的挣扎 智能系统用尽了所有补救措施 但始终无法挽回 它终将坠毁的结局 在请求人工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之后 只能启动逃生模式 它先把飞行员固定在逃生舱中 将它弹射出去 然后迅速向指挥中心发送坠毁报告 为了防止泄密 系统还自己卸载了自己 完成了这一系列操作之后 轰炸机彻底坠毁到了海里 轰炸机的坠毁在海面上掀起了巨大的浪潮 此时地下堡垒的智能系统显示 所有作战单位已经全部丧失 而这也预示着 这场由人类发起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彻底落下了帷幕 随着浪潮退去 沙滩上隐约出现一顿人类的残骸 而在不远处的岸边 还有一株红色的大树正悄然生长 地球正在重新浮足 仿佛人类从来没有存在过 一只小鹿站在废墟上 似乎在享受久违的宁静 鱼儿在战争遗留的盔甲间自得其乐 白鹤更是站在巨大的炮管上嬉戏 战争给地球带来的毁灭只是暂时的 真正灭绝的只有人类自己 这部只有七分的科幻短片 让人类重新审视了战争带来的危害 真爱和平远离战争 只有这样才能让未来更值得期待 请不吝点赞订阅